主持人专家各位老板大家晚上好 我叫齐继来自于河北承德 07年毕业于承德医学院高级护理专业 08年来到北京工作 来到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我的求知意向就是助理这个一个职位 谢谢 齐继也是学的专业和想找的工作 哪都不爱哪呢 对对 大专是承德医学院 对 高级护理 对对对 我是07年的7月份毕业 07年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真去做护理了是吧 对 我就是在军区总院三甲医院 就是在高干病房做过两年八将近 那不挺好的吗 可是后来有涉及到工作调动 调动到干病科比较真的是强一点 就刚开始是在高干病房 对 觉得还挺好的 对 收入好吗 收入还还算可以吧 对于刚毕业就参加工作来说 3200到3500还算可以了 就把你调到干病病房 对 这说明那个岗位更需要你啊 可以这么说吧 当时是认为自己可能是作为这个骨干 调到干病科去 但是反过来又说 毕竟是一个综合医院 它不像就是干病的专科医院这样说的 它可能会有特殊的这个专业补助 它没有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资加奖金 那这个收入差距 然后刚开科这个收的病人可能就少了 不是针对性不强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去 比方说现在也有私立医院 对吧 是这样的 我是10年的4月份离开的医院 那从4月份到6月份这两个月呢 我是有投过一些北京的大医院 可是卡的比较严 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 卡的就是一个户口问题 进不去 那一些私营的医院呢 可能就是 因为到7月份到9月份这中间 有找过这个体检中心的工作 私营的 发现其实这样的单位 它是盈利性的单位 它要有收入 它要创收 偏向于服务而不是治疗 有一些检查项目 它要求是很严格的 你不能吃 不能吃饭 不能喝水 甚至你连一块糖都不能吃 但是有的人他不理解这个 你跟他解释他又不听 那这个矛盾就产生了 不不不 你的这个 你的那好像没那么复杂 好 那就是说因为 因为这个矛盾产生 所以你又离开了 对吧 就简单的说 随后呢 随后就是 那你就可以不去体检中心 可以去正儿八经的 私营的医院呀 也很多 私营医院 我的一些同事和同学 就是从这医院走了以后 有找的 从他们那边了解的就是 依然是以服务为重 治疗为主 但是一定有以治疗为主的私营的医院 为什么 因为护士在北京不是正式的 几年以后你就再也当不了护士了 没有人愿意签你 因为可能国内的 你有护士证吗 有 可能国内的护士体系跟国外不一样 他要求的是年轻化 他不像国外要求的是 我不同意 这是谁说的 我非常不同意 你的意思是什么 等一下 你整个逻辑是混乱与矛盾 这块逻辑有点乱奇迹 你看啊 假设你说不能转正 那咱们就说 不去那些公立医院嘛 去私营医院 以治疗为主的 你可以就在那个地方 踏踏实实地做护士 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 你一定会转正的 在那个私营的医院 你会转正的 只要是你 他是努力 而且护士 我们看到过很多 很好的护士 都是岁数大的 是 我没有说科里没有老护士 科里有老护士 这是肯定的 你把你的逻辑捋顺了就行 是 科里有老护士 老护士现在做的就是 主班要聊 要办这样的工作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在国内吧 这个护士的更新率是很高的 是这样 国外他的可能要求的就是说 其他更新率也高 在一个职场里面 其他岗位更新率也高 在北京 你有没有去找过私营医院 你自己有没有去过 有 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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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找到这样的工作 因为那边 第一是没有给我回应 第二是我觉得 那个工作环境 我适应不了 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你适应不了 对别人 说不好听点 低三下气 你理解的那个低三下四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理解 如果我从积极的角度换一个词叫做 服务主动 热情 温暖 细心呵护 你为什么一定要从低三下四的这个角度理解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交流这问题吗 不太明确 因为我妈是护士 我妈是个特别老的护士 我其他的东西我都不崇拜我妈 但我妈干你一件事 让我崇拜一辈子 我妈是不管什么 多难扎的针 我妈一针进 其他能把病人扎得嗷嗷叫 怎么都扎不进去 叫我妈 老张 老张来了 一针进 平凡的职业 可以做得伟大 对 是 为什么要用低三下四来理解呢 我从来没觉得我妈低三下四啊 我没有 江老师 江老师 这儿就这儿 这儿就这儿 抱歉这儿我说下来 我觉得别再提护士这个话题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心目中的护士都是勤勤恳恳 认劳认怨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挑非减瘦 心理极度不平衡 所以我觉得别再聊护士了 破坏了护士的良好形象 其实我自己说 你今天就说你到底是来找什么工作的 我就是想找一份助理的工作 这样这样 助理工作 稍等一下 你看上助理工作的什么 你了解不了解助理工作 说实话 我不是很了解 那我想找这个助理工作的原因 就是说 他可能会让我的生活趋于正常 趋于规律 那护士的工作可能就是偏于 偏于规律的生活 是这样 其实助理生活不是太规律 第一份工作就做行政就做助理 我跟你讲 助理比护士还要第三下四 真的 我一直 这词不对 不 就按照他的话来说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我比较有发现 我一直要围绕着老板来服务 尹峰 其实你刚刚说的护士也好 助理也好 其实换的一种方式 都是做的服务 如果你心里不接受服务 这个工作 你什么助理都是一样的 你都做不好 服务不是你讲的第三下四 而是你内心里如果真的很诚恳的觉得 你有能力 让别人感到很舒服 很快乐 能很自信的做好服务 你会得到尊重 你会真正的很骄傲 这里我太赞奉你风了 其实像我们现在做的也是服务业 我们就要服务于客户 好 这样吧 我们不评论了 关于服务的话题 我们说的已经够多了 总之很简单 服务没有任何第三下四的地方 如果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做服务工作 我们能够让服务变得非常光荣 对 对吧 我可以为我自己业 你自己变两句 你可以 是这样的 就是说挑肥减瘦这个 我并不是说因为挑肥减瘦 可能在一家大医院 我接受不了这个病区环境 我到这个民营企业去工作 那我挑肥减瘦 不是 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您母亲是护士 护士在医院可能到病房说 挤挤床的患者您好 现在我要给你扎针了 你看现在扎不扎 咱们就说不说的那么客气 很平常 很普通的话 你看现在扎针嘛 这样的话没问题 我做的也很好 我可以自己说我做的很好 那我所说的这个 可能我刚才说这个 用这个第三下四这个词 引起大家这个公益了 可能也用的不太恰当 第三下四是什么意思 我在体检中心的时候 一位客人过来体检 我上去以后我跟说 客人您好 您没有抽血呢 您现在不可以喝水 那客人给我的反馈就是 为什么不能喝呀 我渴了 就是这种态度 然后我跟他讲 您喝水了 可能会影响您的血液结果 然后他给我的意思就是 影响就影响呗 反正我也不掏钱 明明站在护士这个岗位上 但我要确要以服务为主 治疗为服务 这个我接受不了 相反之如果说我完完全全的 设身处地于一个服务行业 你让我去服务一个客人 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我就是一个服务 完全的服务行业的人 那这个服务是我职责所在的 所以没有问题我接受 其实医生给病人治疗 不宜是服务 其实护士不是有个称呼 叫白衣天使吗 天使就是爱惜呵护 帮助别人的呀 总的来说就是 在你所有的陈述的过程中 包括你选择工作的过程中 我觉得你就是自我感受之上 其实真正好的服务是万果的 就是把精力和思想 集中在别人身上 其实做任何事情 都要是搞清楚 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就是他如果是这种表现的话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引发这种事情 然后你再去改进你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式 让他能达到 你最后想达到目的 所以我在刚才听的时候 你一再都说怪对方 他应该怎么样 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话 你不去分析 如果你在这个上面 心态如果能够有一个转变 同理心更多一些 分析对方的需求 到底是什么的话 对你未来应该会有帮助 别再说护士的事 就说助理的事 说三点你认为 你称职作为一个助理 你有什么优势 好 这是你面对的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就要表态了 好 没问题 那我认为我能就是说 面对这个助理 跨行业的这个改行来说 第一我很乐观 第二我认为我还是比较随和的 那第三我已经做好了 从零起点开始的心理准备 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 实际上那个我说一下 大家对这个候选人 在价值观方面 讨论的过多了 其实呢我对候选人看法呢 其实他是蛮有蛮强的压力承受能力 就这一点上 尤其在我们现场 面对这么多人的问题 其实蛮有压力的 我觉得总体来说 候选人还是表现不错的 谢谢 文忠 这样12位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注意第一次的选择 来 请选 两位留了下来 一位是一宝之父 一位是咖啡之义 天生我有才 这个助理的岗位 有时候确实不能做到朝九王五 而且很多时候不能做到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能否接受 是这样 如果说不影响到我正常的 就是我所谓的正常 就是安全能回家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我能接受 这有比较抽象 就是那个安全回家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像今天这样 下班要是很晚的话 又是离家距离很远 那我要独自自己走的话 可能家里人不放心 你觉得晚上几点到家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需要老板去送你回家是吧 不是 如果说如果是这种状况 会出现的话 就是说频繁会出现这种状况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说 对于这个职业 不过说实话 对于偶尔发生这种情况 老板真的会送你回家 当然 你说频繁出现这状况 你会不能接受这个工作 对 就比如说 多频繁算频繁 如果说按一周五天工作制的话 三次以上 如果说按一周七天上班的话 一周五天 五天 五天我们得尊重劳动法 那就三天以上 三天出现这种情况 对 三天 对不起 三天以上十点钟以后回家 你觉得不可以接受是吗 他觉得可以 就是说这个路程范围是比较 路程不是偏的情况下 可以接受 你这个球职这个讲的都太矫情了 都有点 真的 有点矫情了 你们就是你们这些人 就是没必要说这些 我又批评一下你 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就不能接受 就说不能接受 对 很坦率地说 你不要这个 明确你的观点 不大好 你就是说 我不能接受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觉得 这应该会有一个范围所在 在这之前 你就把这线画在这 就这样大家反而对你 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 其实没问题的 你去找刚才你离开的原因 是不是你也觉得奇迹有点绕 对 就是 不是 就是我在讲 在我们的行业里头的话 服务意识是最关键的 所以就是 刚才在前面里头呢 我没感觉到 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意识在那 所以我想 那可能那个 对服务意识 不是要求那么 这个高的那些行业的话 可能还有你的机会 在我们这种 一定要有最真诚 最亲切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的行业的话 可能暂时 你还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人 是这样 就比如说 我工作的环境 我工作的地点 它要在四环以外 那我住在二环 我这个距离 可能晚上十点回家 就有点长了 那你要是说 工作地点在三环之内的话 那我晚上打车回家 我觉得也无所谓 十点以后 我觉得是 在你的这段补充 不太加分 少康老师 而且我觉得是 比不一 我一定要说一句 少康老师 我一定要说一句 就是 我觉得我们老板 坐在这个台上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觉 应该更多的是 给我们的选手鼓励 让他说出自己的优点 然后让我们老板判断 他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其实他的应聘简历表上写了 他对自己的总结 就是太过于固执了 那所以说 我们会发现 我们老板 老是在一些问题上纠结 其实他有他的缺点 他有他的问题 但是往往一个人的性格 决定了他做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 每一个人站到这个舞台上 重要的就是说实话 找到适合自己的就OK了 谢谢韩京 谢谢谢谢 关于奇迹 我们其实已经讨论了太多的事情 现在两位你们的灯还亮着 这是你们表态的时候 如果灯继续亮着 主同学从你们手中 转到奇迹手中 二位选择 有任性的准备吗 有 那我其实说 到最后呢 我还是想为一些 就身为护士的人 说一句话 可能在座的大家 接触的都是一些 民营的医院 或者说服务质量 比较好的医院 那那些都相当于 高端客户的服务 别大加 这样说 稍刚我要讲一下 其实我跟你讲 我认识三个人 这三个人 他都是护士出身 一个叫吴士红 一个石小燕 我们公司还有个副总裁 都是护士出身 转成的助理 然后到现在这样 人家就是把这个服务意识 一直延续下来 是的 其实我要说的就是说 可能对于一些针对这个层次比较高的服务对象来说 护士的收入是很高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收入相对来说 是极低的一个护士 那在异地生活是很困难的 你别说 我就只想说这些 你别说了 你说的话越多 好像目前以你的思考的方向 对你来说越不加分 如果大家都能够将心比心 不再